哈囉大家好我是RT 最近鬼妹日刃正夯 掌中鬼妹更是被寄生蟲們炒到兩倍的價格 不過這不是今天的主題 咱們先來說說短短15年的大正時代的服裝特色 在這個日溪合併的時代 他們的服裝顯得相當有意思 南區生們開始穿著所謂的 也就是西服的概念改來的 而南學就是日本古代由荷蘭傳入的西方學問的統稱 要到更後來才出現所謂的 因此 姿妹AZ再加上一個帥氣的披風 也就是鬼殺隊的那套 而探子狼P的那件則是方塊相間的四松文宇之 當時的服裝就是這樣 總愛在外面加些什麼 而咱們國父孫亞聖常常穿的那套 也有那麼點類似 女學生們也開始穿上只有男生在穿的卡卡瑪 後來更開始出現像現在這樣的水手服系列 然而大正時代的這套服裝 在FF14中國伺服器上也被做成購買實裝 卻遭到了韓國的GT抵制要求下架 因為這是一套當年賈武戰爭也被割掉的 朝鮮被逼迫穿上的衣服 不知道韓國看不看鬼魅之刃就是了 所以你說遊戲歸遊戲歸頭歸頭痛嗎? 不好說 然而大正時代的迷豆子到底有沒有穿內褲? 答案是沒有 這就要從日本江戶時代的和服開始說起了 那時候的日本男性都會在裡面穿著一種叫做 昆的內褲 一軍一軍 顧名思義就是戰鬥用服裝 而且在更古代它是用昂貴的布所做成 到了江戶時代才慢慢有馬子的便宜昆可以給老百姓穿 而昆的種類還有一大堆什麼六指昆 月中昆 和現在最常見的六月昆 因此除了後來的女巷鋪跟海女會穿以外 一般的女性是不會穿這種東西的 到了現在就成了一種情趣用品 那江戶時代的日本女性裡面到底穿什麼呢? 但是沒有穿 而服裡面就是用一條稱為腰卷的東西包住而已 也就是說在古代一般農夫夏田的時候一蹲下去 基本上就全看光了 也可能是在日本從古至今的大男人社會的摧殘之下 為了方便 硬要穿的話也就只有在生理期來的時候 當時還沒有衛生棉這樣外星科技的神物 江戶時代一些比較有錢的人家 會用這種叫做Ouma的衛生布包著 但它也不是內褲 而一般農家就是用一些吸水又柔軟的植物代替布這樣 那到底什麼時候日本男才開始穿內褲呢? 其實在明治時代1919年的時候就有一間女霄 浴茶之水強制要求全體學生穿上襯褲開啟的先例 但是女學生們畢業之後 還是回到了NO PANG的生活 基本上實行還是失敗的 而當部分日本女性開始意識到穿內褲的重要 有兩大事件 剩喬一個就發生在1923年大正時代的關東大地震 當時造成了14萬人死傷及失蹤的大事件 但是大部分死傷的女性都是因為穿著和服 行動不便還會被看光光所知 因此鬼妹之刃如果要照著歷史跑的話 應該也會碰到這場大地震才是 就這樣從這件災難之後 日本開始意識到西服的方便與內褲的重要性 也就出現了這樣的宣傳海包 但是在和服裡穿著所謂的襯褲是非常不舒服的 襯褲與腰卷完全不同 襯褲僅貼著肌膚 讓舊時代習慣腰卷的女性感到非常不舒服 不僅不覺得是在保護身體 反而覺得私密部被冒犯了 在後來的大正時代結束後 1932年昭和7年12月 發生了第二件大事 那就是白木屋火災事件 這棟白木屋就是當時正行的百貨公司 說不知卻發生火災 消防原道場搶救時 利用吊繩將所有人從高處下方 結果繩子卻勾到了和服 炸死的全部被看光 就這樣有人用手去擋去拉繩子 還有猶豫要不要求救的 因此摔死和燒死的14位女 從這事件之後 讓穿內褲的日本女婿再度增加 這才慢慢的讓日本女婿們都穿起了內褲 而1935年芝加哥才賣出了傳說中的 第一件三角褲 第一位穿內褲無碼露出的卡通角色 這是咱們傳說中的米妮 也就是1920年代日本女婿們所穿的襯褲 因此穿著和服的迷豆子 如果要穿內褲的話 她只要跟著炭治郎活到1932年後到1940年代 就會有內褲了 大概是她們30幾歲的時候吧 那時日本女性對內褲則有普遍的認知 而且大部分都是穿阿嬤的襯褲那種的 而後來1960年代無敵鐵金剛的永景豪大大 更是玩出了一首好內褲 為當時日本漫畫界開啟了肉內褲的先鋒 草莓百分百什麼的都是學她的 然而要一直到了1980年代才有所謂的 女性三角褲 那就是大物化時代的開始 我是RT 穿與不穿其實都不錯呢 我們下次見 掰掰